第25部007电影《无暇复死》 可能是这个系列中巨星最拖沓的一部 本片更像是六年前的上一部有领导的续集 你期待的动作大场面大部分集中在开场前半小时 后面基本上就是用角色对话和小打小闹来推动巨型发展 目前本片在豆瓣上的评分已经跌至7.0分 中国内地票房1.38亿 本片故事其实非常老套 讲述大反派窃取了致命病毒来毁灭世界 并且绑架了邦德的爱人马德琳和他们的女儿 最后邦德救出了他们母女自己却不幸中福 大结局就是邦德选择牺牲自己来告别大一幕 正如片中那位黑人女特工诺米所说 007只不过是一个代号 并非邦德不可 所以可以肯定 下一位007肯定不是詹姆斯·邦德 本以为一直延期上映的乌霞赴死会憋什么大招 没想到更像是一部丹尼尔克雷格15年之后的谢幕之所 所以最大的看点就是老邦德的情怀 看这位超级特工007如何变成了 一位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而不是有执照的杀人机器 本片不应叫乌霞赴死 应该叫邦德之死 当然本片也有惊喜 就是古巴女星安娜德·阿玛斯 主演的菜鸟女特工阿洛 简直是本片的颜值担当 既性感又可爱而且还身手不凡 身穿高跟鞋和落费管理 都能将坏人打得落花流水 可惜她在本片中只是惊鸿一片 让人猜想她是不是因为在历刃出窍中 与丹尼尔克雷格有过合作 所以被邀请来打酱油的 不过安娜这次客串演出 却成了本片最大亮点 希望她在下一部007电影中还能回归 感谢收看胶囊电影拍摄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